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钟继荣 洋宠物的人都知道不可以让宠物吃巧克力 但是牧糖醇对宠物的生命威胁却往往被忽视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总局发布一则通知 提醒宠物主人禁止喂宠物含牧糖醇的食物 最近住在湾区的Melissa Chris看到天气炎热 于是买了一个冰淇淋给狗狗吃 因为知道狗狗不能吃过甜的食物 还特别选择了低糖的冰淇淋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里面的牧糖醇险些害了自己的爱犬 在喂过爱犬冰淇淋后 Melissa又检查了冰淇淋的成分表 她发现里面还有人造甜味剂牧糖醇 这种成分在冰淇淋和花生酱中十分常见 感觉异常的Melissa立刻指点爱宠的兽医 而医生告诉她 牧糖醇对宠物来说是有剧毒的 并且立刻要求她携带爱犬监测其肝功能衰竭程度 所幸的是经过三天的检测 她的爱犬并无大碍 目前已经健康处院 Melissa希望让更多的宠物主人知道 于是她联络了FDA 她的提醒起到了作用 在本周FDA向全国范围内发布了警告 仅值向宠物提供木糖醇 因为它们无法代谢这类成分 而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类食物 平时常吃的无糖口香糖 以及低卡食物也常见木糖醇 对于人类来说 木糖醇是一种很好的代糖 它热量低能防止吃 但对于狗狗来说等同于剧毒 FDA在发出的官方报告中指明 在人体内 木糖醇不会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 而犬科动物的消化系统和人类不一样 当宠物物食含有木糖醇的食物时 木糖醇会很快被吸收到血液中 进而可能造成狗狗的胰脏 大量分泌胰岛素 此外 酸奶 糖果 饮料 酒类添加剂蛋糕 甜点 番茄酱 花生酱 咳嗽糖浆 漱口水 薄荷糖 维他命等等 都会导致您的爱犬低血糖 以及肝脏衰竭 请养宠物的主人一定要特别注意 中天中望 编辑报道